有机知识分子 是现代社会特有的 它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结构 社会关系和结构 也就是说在国家 我们讲这个国家 就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 他们之间怎么发生联系 他认为刚好是通过知识分子 是通过知识分子 而知识分子又是市民社会 行使文化领导权的 所以那就说明什么 只有当国家和市民社会分裂的时候 才有可能 如果国家和市民社会是一体的 或者说市民社会是重属于国家的 比方说在封建社会 那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 这个国家只有国王的意志 他不需要你这个知识分子 他只有国王的意志 你国王是服 这个知识分子是服从于国王意志的 他整个的 这个国家政权就是一切 政权就是一切 所以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你这样一个 这个其他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但是一当国家和这个市民社会分裂了以后 他就是什么 需要调解人 需要调解人 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就产生出来了 所以知识分子的产生 它是有一定的条件 那么葛兰西从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历史变化出发 就立足于现代社会的高度 也就是说 有机知识分子形成的这样一个高度 提出了新的知识分子化分标准 他就认为了 他说知识分子不能从人们的职业中 而应该从社会关系的总体当中 去寻找知识分子的职能 去寻找知识分子的职能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 也就是他所说的 他是要在从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当中 去寻求区分的标准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 他是指啊 人们从事的职业工作性质 就是说 是指以人们从事的职业工作性质 来区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 他说这一点呢 比那些从事文化活动的人 比方说哲学家 科学家 教授等被定义知识分子 而功能政治家就不是知识分子 他说比这样一个定义啊 要好得多 要好多 所以他强调呢 他说应该从什么 关系体系的整体当中 去寻找区别 也就是说 人们要在社会关系的作用 这个当中的这样一个作用 来区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 你的这个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 要看你在这个社会关系当中 也就是说 在这个社会功能当中 你行使的是什么样的职能 你行使什么职能 你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所以从这样一个标准出发 那些在文化领域工作的人 如果不发挥知识分子的职能 一样的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 而另外一个方面 包括这个工业的企业家 政治家 即使他们不在文化领域工作 但是由于发挥了知识分子的资能 他们依然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 那么这样一个定义 一方面它是扩大了知识分子的领域 放化了知识分子概念 就是知识分子概念呢 不局限于你在某一个职业 就是说文化领域的这样一个工作 这样种职业相联系的 那么就是说你是政治家 或者说是这个 这个其他的这样一个阶层 是企业家 只要你发挥知识分子的职能 你都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它就提出来 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所以你只要发挥社会职能 你都是知识分子 同样的另外一个方面呢 如果你是在文化领域 在文化领域从事文化工作 但是你没有发挥知识分子的 这样一个功能 你可能也不是 你也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 所以你也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 所以它的这个知识分子的概念啊 这样一个划分标准啊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适合行使文化领导权 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啊 在这个伦理国家里面 在伦理国家里面 在市民社会里面 行使文化的领导权 行使文化的领导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在认证这个标准的时候 它严格的区分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基础 它认为有机知识分子的 这个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所在 就在于什么 这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啊 它是乡村富裕的 因为它是这个工业之前的 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所以它是旧式的 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传统的知识分子 而有机知识分子呢 是工业 现代工业富裕的 所以呢 它强调 特别强调什么 工业对于新知识分子 形成的意义 所以它说 创造新的知识分子 阶层的问题 在于对每个人 以某种程度的发展 所从事的知识分子活动 进行批判的三词 使知识分子活动 与机体神经劳动之间的关系 趋于心的平衡 并保证肌肉 神经劳动本身 它说只要它是一般实践活动的一种要素 再不断革新物质和社会 这样一个过程 成为一种新的完整的世界观的基础 传统和庸俗化的知识分子类型 是由文能哲学家 艺术家赋予的 因此自称为文能哲学家 和艺术家的新闻记者 也把自己当作真正的知识分子 它说在现代社会当中 从工业劳动紧密联系的 技术教育都必然构成 新型知识分子的基础 所以它就强调了这样一个 现代工业 作为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基础 正是这样 它就把这个知识分子分为两种 一种是乡村的知识分子 一个是城市的知识分子 认为了乡村的知识分子 乡村型的知识分子 都是传统知识分子 而和现代工业相联系的 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是属于有机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 这是它强调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 这样一个定义 那么第二个问题 它就强调了有机知识分子的 这样一个职能 就是说我们讲了 它强调有机知识分子 是现代工业的这样一个产物 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 赋予了知识分子新的品格和职能 那么新的品格是什么呢 就是把新文化的理论创造和批判 改造这个文化的实践把它结合起来 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实际的领导者 就是说你这个职能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你能成为伦理国家的 这样一个领导者 这是他讲的最重要的 这样一个方面 所以他强调的这样一个职能 就包括什么呢 比方说对于这个主要的统治集团 强加于社会的这种的方向 人民群众所赋予的自发的 自发的这样一个首肯 他说这种首肯是由统治阶级 因其在生产界的地位和职能而享有的 这个威望历史的所引发的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他就强调 他说合法的对那些既不积极 也不消极的首肯的集团 加以强制的国家的强权机构 该机构是为自发的首肯不服 存在整个社会陷入管辖和统治危机的 关头所建立起来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他就强调什么 这个新的职能啊 他就说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充当上层建筑体系当中的公务员 上层建筑体系公务员 也就是说呢 统治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 他行使啊 这个文化霸权和这个政治统治的这样一个权利 所以这就是他讲的 刚才讲的这个两种职能 也就讲了他们在这个文化领导 这个领域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知识分子啊 他是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问题来进行探讨 作为历史文化的问题进行探讨 那么通过这两个分这个问题的区分 这个葛兰西既揭设了知识分子与现代工业社会的联系 又明确了知识分子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他在上层建筑领域啊 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那么他说在政治上呢 有机知识分子啊 是统治集团的公务员 那么政府是通过他们来完成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的任务 那么在意识形态领域呢 有机知识分子 其实新世界观的创造者和推广者 是旧文化的批判者和新文化创造者 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领袖 那么这样呢 就是实际上他就把这个 是不是讲了这个领导和人民 就是说这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是怎么实现他们的这样一个控制 控制关系的这个控制联系啊 他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那么通过这个知识分子 特别是有机知识分子啊 在整个国家当中的这样一个地位 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地位的这样一个确定 有这个知识分子才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当中的一个范畴 就是说他不是啊 一个附加在 不是像一个皮一样的啊 就是附加在哪一个统治者的身上的 而是什么 他自己有他独立的这样一个社会功能 独立的社会功能 是这个独立社会功能 他认为是哪呢 就刚好是你这个政治国家 和市民社会分裂的一个结果 他就是因为你这个分裂的基础上啊 使他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集团 获得这样一个独立性 这是他的这个第四个 呃呃是呃有机知识分子理论 那么在这个有机知识分子理论里面呢 葛兰夏探讨了政党理论 探讨了政党理论 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当中 由于市民社会的发展 国家结构的复杂化 掌握国家权利 不再是个人而是政党 就是你在这个国家里面 你不可能是个人掌握权利 而必须是政党 所以就要研究政党的问题 那么研究政党的问题 也就是研究国家的问题 研究国家的问题 政党问题也是当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他讲的政党是什么 他认为政党不是领导国家的集团 就是你这个政党 是不能够去领导国家的 因为领导国家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政府的这样一个运作机构 所以政党不是一个领导国家的集团 而是通过培养有机知识分子领导国家 也就是说政党的问题 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讲政党的时候 讲的什么 不是讲的你是怎么掌握国家的权利问题 而是讲你是怎么去领导 知识分子的问题 如果知识分子是领导什么 是一个文化的领导权 掌握文化的意识形态 那就要说清楚 这个政党啊 它和知识分子是一个什么关系 就要讲清楚 政党和知识分子是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政党的文化职能是什么 它的文化功能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不是讲的政党的政治职能 而是讲的它的文化功能 如果政党它是和知识分子相联系的 和知识分子问题相联系的 那么政党就是什么 是应该是一个文化哲学的一个范畴 它就是应该是一个文化范畴 也就是说它是历史文化的一个问题 历史文化的问题 也就是讲的他所说的 同知识分子问题相关的政党的性质是什么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 就是说对于政党性质的解答 他所提出问题是什么 他说某些社会集团的政党 不过是他们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 而非生产技术领域 培养自己有机知识分子范畴的特定方式 特定方式 那么这个第一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政党啊 它不是一个领导生产技术领域 你的知识分子的问题 而仅仅是什么 在政治和哲学领域 在政治哲学领域啊 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 那么在政治和哲学领域里面 培养有机知识分子 就是培养政治社会的组织者 和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者 那么政党的职论是什么呢 他说就是啊 要培养政治社会的组织者和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者 他说这是政党的最主要的职能 政党最主要的职能 政党在执行这一职能的时候 要把知识分子广泛的吸收到自己的集团当中来 把传统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有机知识分子 转化为有机知识分子 那么这就给这个政党的这样一个职能 做了一个文化的一个界定 所以他比较了政党的职能和国家的职能 他说这两种职能 国家职能和政党职能 他应该是不同的 对不同的 他说对一切集团而言 政党的作用呢 便是在市民社会行使同国家同样的职能 同国家同样的职能 那就是政党是什么 如果说这个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是知识分子创造的 那么你政党就要起着什么作用呢 就要引导这个知识分子 去培养有机知识分子 你这个知识分子怎么来的呢 有机知识分子怎么来的呢 通过政党培养的 而且政党呢 有义务把这个 就是说应该是什么 能够把这个传统知识分子 转化为有机知识分子 转化为有机知识分子 就是说你要培养大量的这个有机知识分子 然后呢在这个文化 在这个市民社会里面呢 行使这个文化的这样一个领导权 文化的领导权 所以他就比较这两种权力 他说这个政党的作用啊 是在市民社会行使和国家同样的权力 只不过后者是在政治领域 其综合的程度更高规模更大而已 他说换句话说呢 政党所有致富的这个责任 是把某一集团 具于统治地位的集团的 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 结合起来 政党在完成该职能时 严格的依赖于其基本职能 就是说培养自己的组成部分 一个作为经济集团产生 和发展起来的 社会集团所具有的那些成分 并且把它们转变成合格的 政治知识分子 领导者以及一个完整的社会 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 所固有的一切活动家 和职能的组织者 这讲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讲什么 你这个政党它的作用是什么 不是说你需要掌握这个国家 不是掌握国家 而是什么 你要培养能掌握这个国家的人 使这些掌握国家的人啊 成为有机知识分子 那成为有机知识分子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掌握了国家的人啊 一定是能够会治理这个社会的 是会治理这个社会的 能够把握这个国家的文化领导权的 能够集中群众能够形成什么 有机意识形态 他自己也具有这样一个有机意识形态 能够控制这样一个国家的人 所以政党的职能不在于你去掌握国家权力 而在于你培养能够这个掌握国家权力的 这样一个有机知识分子 这样的就是说 你就说你在这个国家里面啊 作为统治者的不应该是传统知识分子 就是说一种旧式的知识分子 或者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 而是刚好什么 他要不断地创造这个新的 这个有机意识形态 来掌握这样一个国家的权力 才能使这个国家治理有方 才能使这个国家治理有方 所以他就说什么 我们的确可以说政党在其领域内 执行自己的职能 比国家在其被公认大得多的领域内 执行自己的职能更加彻底更加有组织 所以虽然他没有掌握这个 不是直接的掌握国家 但是他却比这个直接掌握国家 要执行的职能更加彻底更加有组织 因为你这个国家的人啊 是要靠政党来培养的 靠政党来培养 所以加入某一个社会集团政党的知识分子 从该集团自身的有机知识分子融为一起 并且与该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说而在国家生活当中呢 这种参与的程度是有限的 往往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葛兰西亚就对政党的地位和作用 做了一个限定 做了一个限定 就是说你政党究竟是什么 所以他就强调什么 政党是联系国家和有机知识分子的中介 他只能间接地对国家起作用 而不能直接地对国家起作用 那么作为间接的起作用 虽然是间接的只是一个中介 但是他会比国家更彻底 因为他更具有批判性 更具有批判性 而且他能够培养你这样一个国家的 这样一个 就是说这个实理的这样一个领导者 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 成为有机知识分子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政治家也好 还是什么 就是说你是成为有机知识分子 那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不是一个 就是说这个传统的知识分子 也就是说你能够掌握现在的这样一个国家 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有机知识分子的 就是说和你的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 它是相一致的 它是相一致的 也就是说你这样一个国家的这个有机知识分子 也就是说你是有领导的 所以他就 这个定义啊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就是刚才讲的 我们把它稍微这个重复一下 比方说 他说 这个有机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 他说 可以不是从事文化领域的 他可以是政治家 可以是企业家 这个讲的什么意思 他说在这个基础 可以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那就讲什么 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就是说 领导人 政治家也可以成为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 只要你发挥社会功能 所以这样他把这个 知识分子的划分标准 从一个文化领域的 这个职业划分 转化为一个什么 社会功能啊 就为他的这个政党啊 就是和他的这个政党 强调政党的功能是一致的 而这一切呢 都和他讲的 市民社会理论啊 它是一致的 就是在这个市民社会的 这样一个伦理国家里面 你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统治者 具有什么样的统治者 你要培养什么样的统治者 你通过什么方式去培养 通过什么方式去培养 所以他强调 他说政党不直接领导国家 而是通过培养有机知识分子 间接的对国家起作用 这一个呢 正是政党优越于国家的地方 他说正是政党优越于国家的地方 因为国家作为政治社会 本身是要消亡的 因为你国家把你作为一个政治功能 这是我们讲的啊 就是国家消亡的问题 不是总在讨论吗 国家呢他会随着什么 随着这个政治社会本身的这样一个发展功能的转换 他是会消亡的 而政党呢正是处使政治社会消亡的力量 政治社会消亡的力量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政治社会就是恩克斯 就是说以及就是说这个列宁讲的这个国家消亡什么 就是说国家他作为一个镇压的这样一个功能 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会越来越小啊 越来越小就会消亡 但是他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治理管理 包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的这样一个管理功能 他是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么他说这个政党啊 从这个不直接管理国家 就是说你不要去管这个政治国家 不直接管理国家 而是作为什么 间接的对国家起作用 正是政党优越于国家的地方 就是他不直接进行政治管理 而是什么 作为培养这样一个有机知识分子 那也就是说推动你国家发生转型 从一个政治国家走向一个市民社会的这样一个能力国家 也就是说使这个政治社会消亡的一个内在动力和力量 所以他说政党呢 是通过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发展市民社会 把政治社会不断的拿入市民社会 直到市民政治社会消亡 所以在这个期间呢 他说政党虽然在法律上 并不统治和治理国家 却具有文化领导权 具有文化领导权 掌握着实际的权力 执行领导功能 保持市民社会不同利益的 不同利益的力量均衡 所以他说政党和国家 就分别代表了文化领导权和统治 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 也有文化领导权 你会有文化领导权 尽质涨